在江夜的修行者手中 通常都会有一把衬手的武器 这一点即便是夫子也不例外 毕竟武器毫无疑问 是让修行者变强大非常重要的一环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江夜世界中最可怕的15件神器 第15名 李曼曼的水瓢 书院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这里从来不缺少传奇 而李曼曼也是书院的传奇之一 李曼曼腰间常年别着两样东西 一卷书一只瓢 书院是天书名字卷 而瓢则是一只普通的水瓢 李曼曼不论说话还是做事 都异常低调 但他的修为却是毫无疑问 年轻一辈的第一人 曾招入洞悬木之命 三天破五境 大师兄号称是书院第一 这里的第一是每一项都是第一 除了打架和辅导 其他如琴棋书画都是样样精通 后山的师弟师妹 大多都是他带的 虽然名字叫做曼曼 但是学东西却是最快 举世伐堂之后 李曼曼在聪领面对悬空寺 戒律堂首座七枚大师 十步杀一人 用手中的水瓢把七枚击倒在地上 水瓢因为不堪重负 最后也碎成了渣 不过好在李曼曼在死战中学会了打架 打架就是坚硬的事物 去打击敌人脆弱的地方 须尽全力 不可心怀仁慈 后来他找到夫子的木棍 阻拦了灌主七天 李曼曼的水瓢 虽然没有什么经验的战绩 但李曼曼却凭借他学会了打架 称得上是鞠躬之尾 第十四名 耶稣的木剑 耶稣是道门之手冠的天才 一生醉心于剑道 并在十余年前 堪破生死关 从此再无任何畏惧 所思便是剑所指 剑心通明 然而出山第一剑 就惨败于李曼曼之手 清霞之战 耶稣持木剑 挑战君墨 双方各出三剑 最后耶稣的木剑 被君墨的盔甲拦下 碎成丝丝烟尘 西拜于君墨 而后耶稣感慨道 如果你没有这身盔甲 我不见得输 耶稣自称单以剑论 他能在世间排进前三 只是有些不巧的是 世间用剑最强的三人 都站在清霞中 盘点江夜世界中 最可怕的十五剑神器 第十三名 九徒的酒壶 九徒的酒壶拥有无量神通 因此他的酒壶永远也不会满 而里面又拥有喝不完的酒 世人都以为 九徒的本命物是这只酒壶 却不知九徒的酒壶中 还藏有经过烈酒 淬炼过数万年的 数万把宝剑 九徒的战绩并不算多 他曾用九壶 接下浩天书写的 井字神符 把壶中剑 刺入过李漫们的身体 甚至还一剑 刺入过浩天的小副中 算是对书院造成麻烦 最大的反派角色 九徒的九壶 排名高于李漫们水瓢 和耶稣木剑的原因 是在于 其他两种武器都碎成了渣 而九徒的九壶 却完毫无损 而且他的内部 还藏有数万把锋利的剑 以此突袭 让人防不胜防 第十二名 君墨的宽直铁剑 君墨是将一世界 第一直男 因此他的武器 也如他的性格 是一把又方又直 又大又厚重的铁剑 烂科斯大战 君墨迫使七念 动用十六年未用的 闭口禅 斩悬空寺戒礼堂首座 杀烂科斯主持 一剑劈毁瓦山佛像 清霞之前 破夜红鱼的 繁龙大阵 一剑废掉支手冠 天下行走 夜苏 以断臂代价 换柳白重伤 联合书院的 诸位兄弟姐妹 挡住数十万 西陵联军七天 书院灭西陵之战中 君墨落发修行 领导玄空寺下 数百万农奴起义 再以铁剑 再次掀开 玄空寺奖经首座 配合宁缺的 原十三剑 将其定于牙洞内 后来集全部 农奴的信仰之力 以铁剑 斩去涅槃之后的佛陀 将夜结尾前 在介绍 书院弟子们的 结局时说到 君墨和七十姐 去了很远的地方 谁也不知道 他的铁剑 正在哪里 说着他的道理 盘点将夜世界中 最可怕的 十五件神器 第十一名 鱼莲的血刀 这应该是 修行界露面 最少的一把武器 就如他的主人 鱼莲一样神秘 世间甚至没有 几个人知道 有这么一件武器 鱼莲的血刀 原本是魔宗圣武 长安城之战 罐主间宁缺 用出人间之力 想架彩虹逃跑 最后李漫漫 以无惧进行拖延 鱼莲跳上青天 用魔宗血刀 踩碎彩虹 拦下罐主 过程中 魔宗血刀 与天启清光接触 血刀的刀身 急速烧死 最后变成了一根铁棍 后来鱼莲 收魔宗圣女 唐小棠为图 将变成铁棍的血刀 传给了唐小棠 唐小棠用它 在书院后山 把石头砍成台阶 这把原本常规的宝刀 逐渐被磨掉了锋芒 后来这根铁棍 陪伴着唐小棠 一起闯逃山光明记 见证了它破镜 书院灭西陵之战 鱼莲用十年寿命 催动魔宗秘法 唐小棠将铁棍 交到他的手里 鱼莲用手摩缩而过 原本的铁棒 立即寒光四射 鱼莲持此刀 秒杀赵南海 瞬间废掉西陵长教 雄出没